当时是公车有事情 说前面车主你妨碍到我通行的权利了 不过为什么要刻意的挡他的车 这一名马姓男子呢 后来我们进一步追踪到了 他其实是个医生 他面对镜头的时候 也非常的愤愤不平 他说我是要以牙还牙 要让公车知道 你逼我车 要你知道同样的感觉 他甚至进一步出示了 自己的行车记录器所拍到的画面 说时间点要再往前推一点 是在当时北二高安坑交流道 他一上来之后 他觉得自己要切换车道 被公车给逼车了 还差一点去撞上了护栏 才会有后面发生的情况 不过警方提醒了 有时候在路上的行车纠纷 或者是有一些因果关系 要厘清的情况之下 千万不要自己先失控 也是要挨罚的 在国道阻挡公车 登上新闻版面 轿车驾驶马锦明医师 拿出行车记录器 反咬至公车 现逼车 你看 你看我马上过来了 马锦明说 当天上交流道 开上北二高 因为夹到内缩 准备往内切 没想到一辆台北客运公车 从左边急鞋而过 他差点刹车不急 撞上水泥护栏 第一个他很快 第二个他应该等我先过去 如果他没有逼到我的车的话 你看我刚才不会 像右跨过那线弯过去 因为直走一定 我的车头一定被撞到 电意外擦身而过 医师马锦明直觉反应 就是公车车速太快 气得决定反击 先是超车 再变换车道 挡住公车 不让他继续开 就这样僵持 一百多公尺 最后在隧道内停了下来 想提自己套公道 停车就是要下来问他 你刚才那样子 你认为对吗 在警察局我也同样问 你那样子做对吗 他不回答 因为B车 两边驾驶都进了警局 但警方看了 双方的行车记录器后 认为是马锦明上交流道之后 应该先离让执行车辆 认定轿车又错在先 让他很难接受 我不在乎法官看我那样是错 我的要求只是要求前面那一段 那明明是我对 一个做警察的竟然不懂 已经过了两天 现在想想还是很生气 从于30年 马锦明专长是糖尿病和谷外科 目前在三家诊所看诊 太太说马医师平常很和气 看诊细心 但似乎压力大 情绪不稳 释发后手腕还留有上考痕迹 只是因为一时冲动 医生却要留下前科 恐怕划不来 如果波及无辜乘客 你看还在车型 前面的5732这一巴车主 会一定会是为我 在凌亿啊 他不能塞哦 哦 前面的5732 你已經這樣子很危險喔 真的實在是太過份 先生 你有在幫我錄喔 5732 HZ8 K美里 K社會 先生 你已經妨礙大家的通行喔 先生 先生 你已經妨礙大家的通行喔 他就在那邊蛇行喔 先生 你這樣會不會太過份了 有哪個乘客幫我打一下那個1968 1968也可以 南下 往中和 車牌號碼5732 車牌號碼5732J8 對 5732J8 你不要下去耶 你不要下去耶 他就是在那個 退道 退道那個 主嵐公車行走啊 合行 趕快啦 拜託趕快來啦 你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啦 後來就大黑道 趕快啦 拜託拜託 嗯 很好 謝謝 謝謝